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忘记点个赞哦 同学们好 这里是数据中学院的人工智能和Data Science的一个读书会 那么的话我们今天进入新的一本书 就是Big Data和数据库 那么今天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来去介绍Relational Database 希望同学能够坚持参加读书会的活动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每天学习新的知识 使自己这个技能和这个能力背景得到这个提升 那么我们这一期应该是2020年的第二本书 那么如果从读书会最开始的话 这个一定是我们的第五本书 那么这本书的话呢 我们是来看这个叫Seven Database in Seven Weeks 作者是Ivic Redmond and Jim Wilson 为什么选这本书的话呢 首先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 数据科学家 那么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技能 就要进行这个数据的管理以及存储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过去学过这种Relational Database 包括MySQL, Oracle, Circle Server这些服务器 但是的话呢随着这个大数据的到来的话 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应该去了解一些 更先进的一些这个知识 那么的话呢 我们这些知识的话呢 其实是来自于就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演变 那么我就想从大数据这个角度来去阐述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推荐这本书 或者为什么我们会带领同学去学习这个 大数据的这个数据库 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就是Big Data有三个V 这也是就是Big Data有三个V四个V 甚至于五个V的这种不同的说法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只是取了三个V 那么这三个V呢是三个V打头的英语单词 那么毋庸置疑第一个呢是数据的大小 就是Data Volume 这的话你会看到就是我们从这个图的中心 是吧 这个是Releasing Database 然后的话呢数据是越来越大 然后的话呢有Gigabits 然后有这个TB是吧 甚至于比它们会更大 这个毋庸置疑是大数据的一个性质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Data Type也就是数据这个类型的话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项化 那么这里边就发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出现了一种叫Unstructured这种Data 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结构化数据 什么是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的话呢 你可以理解成它是这个两方面 一个呢数据比较规整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华尔街关于这个股票的这个数据 那么它一般会 如果我们看过这个Yahoo Finance的数据的话 会有股票代码 是吧 开盘价售盘价 然后呢还有这个每天的这个交易量 那么它这个数据的话得相对非常的规整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呢 一般都是这个Numeric 就是咱们能看到这些就是真正这种Data的 但是实际上呢随着大数据的发展 你看到我们大量的比如说 Video啊就是音频视频 Video Audio 然后还有呢就是文本 Text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呢 他们在这个进入 我们数据处理的这个范围之内 也越来越成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数据的主要的这种类型 那么这些类型它就跟前面我们所说的那种 数据性的不太一样 首先第一个比如像那种图形啊 那么它这个图形的大小 多少个pixel 对吧 然后图形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个format 然后的话video更是这样 对吧 有各种各种不同的知识 然后这个都是一些这个里边你看的话 很难理解 因为它都是一些大部分都是一些binary的一些数据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变化 比如说长视频短视频 有这种小的这种photo 也有这种高这个高密度的这个pixel 这个量很大的这种这个图形 那么这块就变成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format 它的这个大小变化很大 文本其实也是这样 对吧 文本你可能是一篇文章 一本书 你甚至于是 比如说谷歌这样的公司 它把全世界范围内这些服务器的这个 内容是吧 把它通过这个corner把它给拿过来 它也会这个非常大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些的话 我们就把它规定成什么 叫physical数据 就是它的大小 是吧 我们是控制不了 还有一个呢 它里边的数据的这个format形式 是各种各样的 对 那么 应的这种大数据的发展 应的这种data type 数据类型的变化 那么的话呢 我们如果是结构化数据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用这个sicle这种 关系型数据库 但如果是大数据里边这种 非结构化的数据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类的数据库 叫non-sicle database 当然这里边的话呢 也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处理文本 那可能我们会就是这种mongodb 然后我们处理这些 binary的这种数据 我们单门有这个 类似的这种存储效率很高的数据库 还有的话比如说social network 对吧 那么里边的话会有一些 很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物和物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会用一个图形数据库 就是graph database来表彰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进入这个大数据以后 对吧 就是大家会看到怎么样呢 就是有sicle更有这种什么 就是non-sicle database的出现 好 那么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大数据的这个背景 那么作为数据科学家来讲 对吧 我们平常处理的一些数据 其实比如像mongodb 帮我们处理一些这个文本 那么可能在这些文本里边 进行一些NRP 就自然语言过程的一些分析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graph database graph database的话 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非常便利的一些算法 以及方法 让我们去 比如说在social network里边 做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分析 对吧 比如说从某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 他们在图论里边 他们可能会有对断路径 对断路径的话 我们也可以理解在一个social network里边 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就是距离 对吧 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 或者他们的相关性 对吧 比如说在linked里边 是吧 我们有connection 有second connection third connection 对吧 这个就是可以去表征说 在这个social network里边 我们人和人之间这种距离 对 好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大数据 和这个就是这个nonsicle的话 那么具体在这个课程里边的话 在这个读书会的未来几周里边 我们计划就是说 要去介绍这种 可以帮助大家 处理大数据的这种 关系型数据库 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 就是hadoop的hive 这个是下一周我们要重点的介绍 比如像这个linkedin 像facebook 就你能想到的这些数据应用 非常广泛的那种大型的这种it型公司 那么他们其实后边都是这个 基于这种就是分布式这种 关系型数据库的 就是hive或者sparksicle 对 所以下礼拜我们要重点介绍这个 那么在介绍这个分布式这个sicle之前 我等于是这礼拜给大家就是先入个门 先看一看什么是大数据 什么是结构化数据 什么是非结构化数据 什么是关系型数据库 这样的话等于是就能够让我们顺利的 就是开展这个第二节课 第三节课 那么第三节课的话 我们会依次的去介绍 在Nansical这些数据库里边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处理文本的 比如说处理这种图形的 以及就是说在云端 就是这个更高效的 这个保存各种这个 不同类型的数据的一些 这个云端的一些数据库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计划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个关系型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的话 那么我就想先举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家里边 对吧 就是这个可能都多多少少会 就是有一些健身的一些成分 这里边的话 我们介绍一个就是Fitbit 这个健身算是一个可存在设备 对吧 当然就是说早期的时候 你看这个模样还长得挺怪 对吧 但现在的话基本都是这种 就是可穿戴的这种设备 戴在这个手腕子上面 对 那么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产品 在比如说亚马逊上有购买 在这个BestPi上 是吧 在Fitbit它官网上面 都有进行这个购买 那么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 怎么能够去变成一个数据库的形式 那么理所应当的话 我们会想到说既然是关系到这么一个产品线 那可能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数据库里边的一个单元 来去表证这个产品 对吧 那么产品的话呢 我们还要怎么 还要有这个产品的销售 对吧 那我们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就是 谁来帮我们做这个销售 是我们在Amazon上进行销售呢 还是Fitbit的官网上面 还是Walmart 还是BestPi 对吧 那销售完了之后 我们的Shapings 对 你会发觉就是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公司 一个可穿戴设备 然后你要想去实现它的这个business的话 你后边其实至少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这个数据库 那好 那么我们下边的话 我们就去来去想 我怎么来去用这个一个religional这么一个database 去表证这么一个商业的过程 对吧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概念 就是table table是什么呢 table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理解成table table就是我们Excel里边的一个表单 对 比如说像我前面介绍的就是说 product会是一个table sales它是一个table 对吧 然后client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经销商 他们会是一个table 那好 那你看这个table本身 如果我们回到前面来的话 你会发觉它就跟Excel里边的这个表单其实差不多 你看它有行对吧 有列 然后的话等于相当于有cell cell的话就是行和列交叉的一个单元对吧 cell里边可能有数据 也有可能是没有数据有cell是空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管它叫什么 叫table 对 那好 我们知道了table 现在我画的这个图实际上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schema的一个表征 就是它跟我们前面把这个数据填进去的那种形式 就是略有不同 对 那么你会看到在这个table的这个定义里边 我们可能是说有一列叫产品的ID 然后这个产品的级别 它的颜色 它是否有这个 它这个可断在上面是不是有手表 然后它的比如说msrp 这个是一个专业词汇叫manufacture recommend price 就是吃产产家给用户的一个给销售合作方的一个指导价格 好 那么这个table里边你有看到它也是分做几列 对吧 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table会是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个 等于像是一个表单一样的 对 好 那么有了这个table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就会看到table里边有这种column 这column就是我们讲的一列一列的 对吧 table里边是一列一列是定义了这个table的几个属性 然后的话每一个table里边这个列的话呢 它都会有这种data type data type的话 当然我们常见的就是比如说integer是一个整形的数 对吧 比如说我在Amazon去卖书 我买了多少本书 对吧 这个book的一本一本 这肯定是它是integer的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比如说float 福典的对吧 比如说我一个书的单价是三块九毛一 对吧 那就是three part nine one 然后可能还有什么比如说bullient型的 就是零和一就是这种二进制的对吧 就是比如说这本书是新书还是二手书 那比如说是新书那么就yes 如果是二手书那么我们就是new book 这边就填no对吧 当然这个data type除了这几个之外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text对吧 那text这边的话我们是用了一个就是文本我们是用了一个叫wall char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chart本身来讲就是字符这些意思对吧 那么var chart的话就var chart的话是说可变的对吧 那好那我把它比如定义 这个列它能包含255个字符 这一列它能包含45个字符 之所以我们这么去定义是我们想去就是定义好某一列 它到底能够有多宽 能够存储多少这个这个字符数 这样的话我们等于就是对于数据库本身 它会更高效的去管理这个数据存储与管理 这个的话我们作为分析师 我们其实不太关心这个事 因为这些数据工程师他们去帮我们做的 但是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data type 如果你没有这个data type这个概念的话 你就很糟糕 为什么因为你将来的话你有可能会遇到大麻烦 为什么因为你在进行数据分析师 你可能会做一些数据的转换 对吧 比如说它一个stream 也就是字符串的形式是吧 那它可能是比如说5点21分 然后比如说5月16号2020年 那么你要把这个stream前面的5点21分给取出来 然后做一个关于这个每天这个24小时的这种销售量的变化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做一些数据处理的 这时候你要知道这个data type的这些概念 对 好 那么我们前面介绍了就是table 然后table里边的列 以及table里边的这个data type 我们知道table以后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就理解了table是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把数据存储在里边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把这数据给取出来 怎么进行数据分析呢 这时候就是关系到一种最简单的query了 就是single table的query 就是你把其中的一个table里边的数据给取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用什么 用一种编程语言 这个编程语言呢就叫SQL SQL 对吧 SQL这种语言 叫Second Query Language 好 那么SQL对于当个table的这种查询的话 它的形式很简单 就是select from where是什么 是你要去put这个future 也就是说什么什么样的情况 那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们去就是看一下 就是另外的就是一个 我现在呢 这是把这个mySQL的workbench给大家就是收出来 好 我那边说一下这个workbench是干嘛的 workbench你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你进行这种query的一个工具 那么的话你进行这种query的工具的话呢 它会让你就是写一个SQL这种语言 然后完成这种query 那么的话这个mySQL workbench呢 它是一个interface 它是一个界面 或者它是一个gateway 它是一个中间的中间键 后边的话呢 是这个数据库服务器本身 比如说你真正的这个数据存储呢 是存储在这个database server里边的 对吧 比如像我的台机器 我是把database这个mySQL server装在我这个笔记本上面了 很多公司的情况下 它是这个database是装在服务器上的 你等于相当于你要有一个connection string去连到那上面 那那个时候的话 你这个workbench里边就要去 去有一个connection string去连 我现在的等于是装在本地了 为于便于这个就是demo 对吧 好 那首先这个seql里边的比较这个 我们经常这个用的这个东西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第一个 你要告诉这个seql 我要用这个fitbit这个数据库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数据库有哪些table 好 我们看了一个client table product table sales table 还有这个shipping table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 我可以比如说去看一个table吧 比如seql star 这就代表把每一列都选出来 然后呢 从哪呢 比如说从这个 sales这个table里边吧 对吧 我把这个来去执行一下 一般我比较习惯就是把这个 这个代码就是highlight起来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 等于我知道就是确切的就是说 我在执行哪些这个代码 对吧 上面这几个button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意思 有的是执行所有代码 有的是执行你这个选择这种代码 有的是执行当前行 whatever 我比较习惯就是我先把它highlight起来 这样我知道我具体执行哪个代码 那么这个地方你会看到 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single table的一个select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它是说我把你这个table里边的所有的 你都给我这个显示出来 当然我们这是一个demo的table了 就是说比较小 我建议就是说将来就是同学们 如果去自己进行这个数据库 千万不要select start from什么什么table 然后就完了 我对你最好是加一个limit 因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这table有million级的 就百万级的整个行的话 你就一个query进去夸击 等于要执行很长很长时间 这样的话等于就是你就白白的耽误了这个时间 如果你能put一个limit3 那么它就给你简单的返回这个table里边的三行 这样的话你看起来相对比较方便一些 好 我们就拿这个来去完成一个single 这个table的一个query吧 对吧 好 那么比如说我对于就是这个售价大约100元的 这些这个order啊 这些sales我比较感兴趣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看看你就刚才我们是怎么叫的 我们是说首先select对不对 然后我还是select新吧 就select所有的列 然后我从这个sales里边 对吧 然后where这里边我说了 我对这个price是大于100元的我有兴趣 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single table的一个query 就是对这个table里边的某一某一些行某一些record你有兴趣 那么你加了一个等于是加了一个这么一个filter 其实在现实的query里边你用要很多 比如说我对2018年的兴趣这个数据有兴趣 那你就where什么price where这个date是between2018年1月1号到2018年12月31号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对某一个地区是有兴趣 那你得个where里边你可以说比如说European countries 我对欧洲的这个销售对吧 那好那你我们去稍微执行一下 你会看到他自动的就把这个price大于100的是吧 给他们就是列出来了 好那比如说在有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这种情况 我并不对某一每一列我有兴趣 我只是对什么有兴趣 我只是对这个date就是哪一天的order 然后呢我只是对什么 我只是对这个就是这个product这个 比如说ID我有兴趣 别的我都没兴趣 我就想看看就是有哪些产品是吧 他们的这个价格超过了100 然后他们是在哪一天销售出去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等于相当于 你这个slag是帮你选择了某些列数 对吧这样你执行的话 他就光把日期和产品帮你做了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SQL的语言里边的 这个单个这种table的一种这个query 那么单个这个table的query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本身来讲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表单的一个query对吧 实际上redient database它的神奇之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它能够实现复杂的逻辑 对吧能够实现复杂的逻辑 比如像现在这个东西相当于我有三个table 对吧我有三个table 那么的话呢我这个三个table的话呢 每个table里边我都会有一个叫primary key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主件中文应该是叫主件吧 主就是主就是主意的这个主 然后主人的主 然后件的话就是这个key的意思 对吧好 那么主件的话它是什么 它是每个table里边你的一个独一的一个ID 这个ID是让区分不同的行的 比如说我们的在美国的我们的学生ID 对吧 一个学校里边你一个学生只能有一个学生ID 然后一个学校里边你不可能有两个重复的学生的ID 要不然你没法去区分它对吧 这个就是说identi code 然后呢unique这么一个ID 就是为每一行 那么它的神器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除了这个除了这个就是这个ID以外 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 还有一个呢是叫什么foreign key 就是现在你看下边这个 foreign key是什么意思呢 foreign key是说我前边这个table里边的一个primary key的话呢 我为了表征两个table最新的关系 我在后边这个table里边 它有一个对应的一个ID 它是对应前边那个table的 但是这个foreign key它在这个table里边的话 它有可能不单一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去看一种这种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product ID 还有transaction ID 这是你sales table的对吧 然后client是就是是你的client ID 这三个的话是你三个table里边的主件 它们都会就是独一并且不可重复 但是你会发觉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这个sales这个里边除了transaction ID之后 还要date就是哪天产生的这个sales 然后我们还有卖的是哪个产品 这是product ID 是由哪个经销商卖出去的这个client ID 然后它的价格是多少 卖了多少个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product ID的话实际上它是指向 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指向的原因 指向什么 指向这个product ID在products这个table里边 然后这个client ID的话呢 它是指向了这个client的table里边的client的这个ID 那也就是说foreign key是什么 foreign key是说是在第三就是third party table里边的一个列 对吧 那么这个列的话呢 它是指向了它referred的那个table里边的primary key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主件 还有外界 主件就是primary key 外界的foreign key 来把两个table能够连在一起 比如说第一个table里边有一个product ID 对吧 那好 我第二个这个sales table里边 如果出现一个同样的product ID的话 那我就认为这个是关乎这个产品的一个销售 这个就是我们叫relation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relation的database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数据库的技术 就是它的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几个目标吧 我觉得第一个目标便于我们对数据进行管理 你看我们把这个数据你看可以放到三个不同的table 那管理起来相对来讲比较这个明亮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它通过一种叫normalization的这种技术 对这个我们学这个数据分析不一定说一定要懂它这个normalization这个就是这个schema设计这些法则 但是你要知道relation database它是什么就是它通过这个normalization的技术它可以把什么 就是说把这个数据能够高效的存储起来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这么一个技术一个特点吧 对好那么的话呢这个也就是relation database一个我们认为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去解决这种复杂的那种关系对吧 比如说我把产品这个table和sales这个table如果我们想办法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是不是我可以看到每个产品销售的情况了对吧 因为这个projecttable里面并没有销售的数据 而这个销售这个里面的销售这个table里面我只有一个project ID 我并没有比如说这个产品的颜色呀 它的这个指导售价是多少啊 它是不是带表啊这些东西没有 所以的话等于相当于如果你用一个join的话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 能够就是产生这个数据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表征 但是如果你join完了之后你会发觉 其实你转完了这个表的话 比你圆了这个表其实存储的这个量是稍微大一点 为什么因为你出现了很多这个重复的这个cell 就是你中间那个就是有很多这个cell实际上是重复的值 这也是为什么relation database这个机制能够帮我们去减少存储空间 是因为它把两个把一个大表分成两个小表之后 它实际上是节省了就是把很多这种重复的这些cells都给它去掉了 就节省了这个存储空间 这个只是一个背后的一个知识啊 给大家讲一下咱们作为分析师不一定说 去知道这么多底层的东西 好 但是这种relational你一定要知道 好 那么relational的话呢 那么我们要把它们放在一起 我们就一定要什么实现这种join 对吧 那么join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比如说tableA tableB 对吧 它们俩join之后的话呢 它会把它们所有的这些列都显示出来 四列 对吧 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是用product ID作为一个 primary key和foreign key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结束的这个表里边 我们现在就把A表和B表里边两个product ID的一个 这两列的话我们把它合并成一列了 好 这个时候你看到你这个就是 join的结果是什么 join的结果是把所有的列全部都合在一起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把它们有这种relation的 就是key相match的都给它找到了 我现在呢迅速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个例子 你就知道 我有一个key是2 好 那我做这join的时候 我第一个我这个key这个2的 我要去表B里边去找它所match的 我先找第一行找到了一个2 好 那我这个我就把这个23再加上这个flex 这三列就写在结果里边 然后我再去找又找一个2 那么我又把24写在里边 因为这一行的话是24 这边的话是flex2 对吧 那好 我又把结果第二行写了 我接着想找没有了 3 3 4 4跟2不相match 好 这个第一个query的第一步完了 第二步我就开了querytableA里边的这个3 这个prata ID3 好 我再找第一个2不是match 第二个2不是match 第三个是3它是match 好 一旦找了这个match之后 我在这个结果里边就要去填 我找到了这个关系相符的这一列 对吧 那么同理如果按照再往下找的话 它又找了第二个3 那么我把这个36blades也写在里边 因为前面是blades3嘛 这个是36 那么等于36blades 我就产生一个新的行 同理我再往下找 下面是4和4和我3不相match 完了 我这个3的query也行了 后来我再去query4 那么我把4这个结果也写在table里边 这个就是Joy的一个 可以说一个分布的一个解释 好吧 Joy的话其实被我们用的非常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这个Joy两个table 或者三个table之后 你可以看到很大的这种信息 是吧 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可以slag这些column 然后fromtable1 table2 当然这个Joy有两种形成 一种你就直接fromtable1 table2 也可以写这个tablejoin table2都是可以的 这边比如说你可以用on来去表达这种relation 或者是where去表达这种relation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就是这个 我们的mySQL这个workfetch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oin这个操作 对吧 我join这个操作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前面我们是看到了就是说有产品 有这个有销售对吧 销售里边的只有产品ID 你看这里边只有一个产品的ID对吧 比如说我再把这个就是拷贝过来 我再放在这里边 我稍微就是运行一下子对吧 好有transactionID 有这个date 有产品ID 还有就是clientID是谁帮我们卖出来的 然后价钱是多少 卖了8个对吧 看看平均价格可能是10块钱一个 一共卖了8个对吧 好 但是现在如果我要想知道 在这个order里面这些产品它是有什么特点 比如说它的颜色了有没有表了 它这个是不是这种就是就它的一些属性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说我要去把它join起来 因为产品属性在什么 产品属性在那个产品的table里边 所以的话我就要怎么样呢 我就要sales这个table去怎么去join那个products那个table 对吧 那你join的时候呢 你要告诉他你装的那个key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那比如说where是吧 我在这个sales这个table里边的 我的这个product这个ID 应该等于我这个product这个table里边的 他自己的那个ID 你要是这样的话 等于你就告诉这个数据库的query了 我说好我这个sales这个table里边的这个product ID是一个 foreign key 它指向了products这个table里边的它的主件它的ID 好那我把它们join之后我就能够得到这两个table里边所有的这些数据了对吧 我为了让它运得快一点我可能会稍微写一个比如说limit3吧对吧 因为如果要把所有权显示出来我怕它运行太慢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看没有出现任何结果 你看底线是吧爆了一个红茶就说明有错误 有错误我们不害怕 有错误的话你要看一下你的错误从哪儿来 所以的话做数据库编程你最主要的一个什么 就是你得去知道去哪去找twitch 好吧 下面他说了error code1146 table这个newproducts这个table不存在 你看does not exist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products这个table不存在 那么我们来去看一看这个左边对吧 它什么它是pro这个table叫product不是products 好那我就稍微改一下删一下是不是这个就把这个程序的小bug给这个fix了 没有他说还有一个同样的错 他说这个products这个table不存在 好再看看前面我这个也是多了一个s 有两个小的typo对吧好那我们来去执行一下 不知道product id 好我们来看一看product id 我们看左边对吧 这个product里边 products里边的话实际上它不是用的id来表 它就还是叫product id 那也就是说那我们就去改一下吧 对吧product这个id 所以没看了就错误了吧 等于它说是你这个column的名字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pretty part就是说你的column名字你说 你这个你说错了 那我们到左边这个table里边这个每个column我们看一下 是吧 这个product id就是product id 但你也有另外一个 一个等于是相当于就是这个方法可能是叫thiscribe如果我没这个就是描述的意思对吧 那么描述一下就是你的这个product这个table对吧 那这样的话它也是可以把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每一列都能够给你显示出来你看这个地方他说了product id是它的主件对吧 这是primary keypri对吧它的type是int好这两种方法都会帮助你了都会帮助你去就是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就把它fix就好了把这个id盖成product id好这时候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终于是吧终于我们这个第一个join的这个table我们就把它给做起来了对吧 join在一块了对吧你看join在一块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列 这些列的话其实是你join的这两个table或者三个table它们所有这些列的叠加 对吧 那么这回你会看到transaction这里边的product id2和这个product table里边的product id2这都是相这个相一致的对吧 我这样吧我把所有的全部都这个给它显示出来因为这个tabledemo的table并不大对吧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product id2这边product id2这个product id3后边对应的这个呢也是也是3对吧 而且把这product里边的这product的属性也都也都给它显示出来了对不对 那你这样的话等于一下子就是你就通过一个join怎么样就是拿到了更多你需要的这个信息 有了这些信息之后那你后边你可以做很多事了对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看一看每一种产品它的销售的这个总和是多少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你可能要一个概念叫groove by 就是把某种产品把它给进行这个groove by实际上是一种叫data aggregation的操作 就是数据就是说把它分成一组把这一组的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对吧 那比如说我说这个产品那么product比如说product这个id对吧 然后我想去算一下它们的这个一共这个销售的核对吧 然后where的话我就把前面这个就是拷贝过来吧对吧 join 对吧 然后的话拷贝过来from我也需要对吧 把前面我写好的电码直接拷贝过来就行 就是从这个两个join这个里边我进行一个比如说aggregation吧 groove by product id 这样的话实际上呢我就把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某个产品它的全部的这个销售这个值 都给它这个计算出来了对 这里面它还又报了一个错 它说什么说你的product id这个叫什么ambitiou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它是就是不清洗 因为你有两个product id在两个table里面 所以我现在就是告诉他轻轻助于告诉他在这个sales这个table里面 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它前面这个错误给它fix掉了 因为这个错误里面他告诉我说ambitious 然后他说还是不清晰 那我们去看看product id在哪还是不清晰 前面对吧你前面这还有一个好 那我就去把前面那个也给它这个加上一个table对吧 好那这样的话呢等于相当于就是 我们就把product id为三全部的销售是350 对吧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query 把某一个这个id里面的这个sum我把它算出来 其实如果细心的同学你会发觉我这个 我这个query其实写的是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同学们看没看到这个问题 我这query其实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我想知道的是某一个产品它的整个的销售的量 对不对那其实产品id这个没得说这个price 在sales table里面已经有了对不对 如果我并不想知道产品的这个属性的话 我没必要去做这么复杂的query 我直接就在sales里面去query就行了 那比如说我就直接fromsales里面就完了对吧 然后我做group buy对吧这样的话我得出应该是一样的结果 对吧一样的结果你看id加它的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销售的量对吧 这一样结果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同学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就是要训练自己吧 就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我自己给总结出来的这种query的这种思路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拿了一个query之后首先你要看它query的这个结果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你知道这个结果以后你看那个结果这些需要的这些列 在哪个table里面如果他们分散在两个甚至三个table里面那没办法你只能用这个join 如果他们只是在一个table里面那你就用前面我所介绍那个single table 这个query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同学们可能就是要去稍微就是这个稍微的就是说去注意一下对吧 就是说你有时候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用这个join的没有必要对吧 好那我们再去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PPT里面对吧 我实际上呢就是说我是通过上面这个介绍就是给大家等相当于就是说给你介绍了就是说 ready know database它的基本的东西比如它的table它的列对吧 它的key它的following key 然后你什么时候你是single这个table query 什么时候你需要做这个join对吧 后来的话我还介绍了一下就是你在这个query里面你可以用一些group by的技术可以做一些data aggregation对吧 比如说求核呀平均值呀这个counts就是单个的这个counts的话 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可以在这里边算的对 然后最后的话我介绍一个就是说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常用的也常考的一个概念嘛叫view view是个什么东西呢 view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叫virtual table 你看这个地方同学们就说了你明明是table你干嘛还有一个virtual table table是个什么东西table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表单 它是physical就是物理的存储在你的这个存储介绍上 不管是内存也好还是这个硬盘也好对吧 好那么virtual table什么 virtual table它就是一个虚拟的表单 它并没有把这个数据真正的就是存储在一个地方 它只是存储了一个你query的这个结构 那你将来你每去享用这个数据的时候 那么它会帮你去run一下这个query 那么的话呢就那它就有很大的好处了对吧 等于相当于就是说比如说我只对是吧 比如我只对amazon的销售是有兴趣 amazon的这个clientID在刚才举的例子 比如说是三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create一个view 我把所有和amazon有关系的这些表单对吧 从这个sales里面取出来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比如说amazon这个sales这么一个view 那将来我就可以在这上面进行query 对吧 那么你view其实说在的就是你为什么生成view 就这几个应用的场景 第一个有些数据你不想让某些user看到 对那你就生成一个view呗 然后就比如说amazon对吧 比如说你公司里面是吧 有一个amazon的项目经理 你单门处理amazon的sales 那我就把这个表单生成一个view 把这个view的access给他 那他就只能看到亚马逊的了 他就看不到Warmart 他就看不到Best Buy的对不对 你甚至可以比如说slack这个表的特别的几列 对吧 那不就是比如说我特意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经销商还有价格这些我告诉他 但别的那些比如说折扣啊什么比如说commission啊这些 我不告诉他也可以对吧 就是你可以怎么说呢做一些数据的保护 然后另外一个话呢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你经常用到几个table的query 就你每次都是把他们join在一起 join在一起 你与其每次都去做这个事 你还不如生成一个view 这个view里边做join 这样将来你就不用写join这个操作 你直接对这个view进行操作 对不对 下边的话等于相当于就是 你也可以做一些aggregation的这些 一些这个就是信息等于相当于就是说 比如说你计算一些metrics 本来在原始书里边是没有的 好我生成一个metricsview 都帮我自己把所有的一些metrics computation放在view里边 那将来的话 我在进行query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query这个view里边的那些 重要的一些kpi了对吧 这个就是给人家就是在介绍一个 就是rediential database里边的另外的一个概念和知识 对吧 好那么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里边 可以看一个就是这里面应该有我一个 实现生成好的一个view 叫我们可以去照一个view看 这是我生成生长叫什么叫sale这个amount 那我们看一下select from select from 这叫什么sales 对吧 好那我来看看这个sales amount是一个view 你看左边这个是吧 他是在view里边对吧 左边你看这是一个view 好那么的话呢你看到了 我其实这个sales amount transaction ID 时间product ID client ID price quantity amount 对吧 我现在我就多了一列 这一列呢 你会看到它像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我单价是70 我卖了7个490 80卖了8个640 对吧 实际上我就是单门生成一个列 把这个每个这个order的 它的这个 这个就是总的这个销售额 我把它给算出来了 这样的话 等下来将来我就不用 每一个view里边 都去算这个东西了 每一个这个credit里边 我就直接creditview吧 就把这个total amount 就给算出来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是你生成这个view 可以给你带来的好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是说给大家 入门级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就是relational database 对吧 然后呢 现在这个图形里边 这个就是一些 有我个人的微信啊 我个人的linkedin啊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 加一下linkedin 这样限于以后的交流 这个是我们一个合作伙伴 就是aipin 对吧 找到工作再付费 他们的老师的微信 以及我们数据中学院 就我们的老师的这个微信 大家可以就是加一下 我这次呢 就介绍了一个relational database 那么我们下一步 我们要去介绍什么 介绍这个 就是你如果进入这个大数据以后 比如说我前面 介绍了这个地方 对吧 你进入大数据以后 你的这个数据的原来的这个size 可能是tb 是吧 就是kb到这个megabytes 然后你接着是gb和tb 这就很就很大了 你看比如说咱们这个笔记本上是吧 如果你的存储空间能到两个tb 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对吧 你这个笔记本对吧 然后之后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集 那以后你可能有eb有pb 这都是成千级的这个 就等于相当于 一个gigabyte是1024个megabyte 对吧 一个tb是1024倍的这个gigabyte 对吧 都是这种成级的这种这个 这个就是增长 大家可能会 为什么是1024不是1000 对吧 这个里面是有一个二进制的问题 对 好 就你作为分析师的话 我觉得你就大概知道它是1000倍吧 实际上是1024对吧 好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数据更大了 叫pbeb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怎么样 一定要去把这个数据 给存在cluster上边 叫cluster 就是集群上面 然后你的数据库呢 也就变成分布式的数据库了 这个呢 我们在下一讲给大家再仔细的去这个 去讲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在视频下方点赞 留言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 不错过更多精彩课程 关注我们各大平台账号 阅读海量数据科学相关文章 获得内推机会 实时追踪求职资讯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